律师有看这新闻吗 非常关注啊 不过我觉得他们不是 我的看法啦 就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法院判离 他们是双方协议离婚的 所以王力宏才可以大声的说 法院可没有说我在婚姻中有什么过失 然后李静蕾才可以说 我可是近身被出户 因为事实上 李静蕾何必协议跟他离婚呢 如果这样的话条件 我认为是王力宏提供了相当的 比如说在财产上 金钱上的交换 不然的话事实上 据说提离婚的是王力宏 那表示说李静蕾可能 即便老公再这样不堪 也许为了小孩 为了还是不愿意离婚 但是已经弄到这样不堪 如果人家提一个条件的时候 或者是李静蕾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说 这样子烂的男人 我也没有实在守住的必要的时候 确实他的离婚的意愿也提高